今天早上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老婆就坐在這裡 她就問我一件事 你之前不是說買了一隻東西 給我用來Bear iPhone 裏面的照片嗎 對啊 那隻東西在哪裡呢 然後我找了一會 就是這隻 之前在Indiegogo 買回來的 這隻叫Hyper-Q 今天就跟大家試用這隻東西了 開一開出來 它的包裝其實都OK精美 但是我就這樣就撕不開它 這樣就沒什麼了 就是這樣 這裡就有兩個USB Type-A的電源 SD卡就插在這裡 MicroSD 這個也是USB Type-A 它就沒有說到自己是3.0還是2.0 如果你要給MacBook Pro用的話 那你就需要這個東西了 這個就是 USB Type-C 轉為3.0 USB Type-A Female 你這樣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給你的 MacBook Pro用了 因為現在的MacBook Pro 或者MacBook都已經是 用了Type-C 就不會Type-A 其實使用上 你也不一定需要用到Mac的 你只要 用這一類型的 火牛 你就可以直接可以使用到 所以你是不一定需要用電腦的 它這樣已經是著燈 你也可以幫你的iPhone 或者iOS機器充電 其實Android都可以使用到 就不只是用Mac機器 那就可以充電 和GoreData 現在試試使用 插進一張MicroSD卡 其實你也不一定是需要用MicroSD卡 因為它也可以支援 直接用Hard Drive 但是前提就是 你的Hard Drive 都需要用USB 供應到它 才可以 雖然它說它是可以自動 但是它也需要用到Apps 所以現在首先要找到Apps 就是這個 裝回它 好 那就可以進入到這個版面 其實都是基本的 然後它就會問你 叫你接收器器 那我就直接 拆火牛用 那我的SD卡已經放進去 MicroSD 開啟燈 需要用一條電腦 連接 那就連接 還未找到 看來要重新 為什麼找不到的呢 難道要插這裡 哦,對了 它是要插上面那個 橙色那個才是 如果你插下面那個 好像剛才那樣 就會找不到的 那它找到的器材之後 它就可以看回 有個SD卡的容量 看看它裡面有什麼 其實就 那你也可以按回 設定 可以先清除了一張SD卡 做一次format 那你也可以改個Beatup 設定 是否需要AutoBeatup 以及Beatup去哪裡 都可以自己在裡面改 也可以看回整個History 那語言Support 它是簡體 英文和日文 你也可以自己 CREATE Beatup去哪裡 好啦 其實這個器材 就說可以支援 外面的Hard drive 那我這隻SSD 我也想試一下 但我插進去之後 我這隻SSD 就好像沒有反應 不太知道為什麼 先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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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下 你可以怎樣Beatup 其實最簡單 你可以直接按回 你的Hard drive 這個 其實已經對應 你 本身 iPhone裡面有的Hard drive 你也可以去 看回SD卡裡面有的東西 按回Beatup 在裡面也可以看回 其實呢 你一插進去的時候 它已經是 幫你 製造了 Folder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製造 Folder 其實連歌 都可以放入SD卡 直接可以在SD卡 那裡 用回你的iOS 或者Android 都可以看回 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在這裡做 做Backup 以及可以做回一個 Reinstall 可以Reinstall回你的整個器材 好 來幫這隻Hybrid Q做結案層次 首先 第一個缺點 它只有USB Type-A 其實現在大多數的MacBook Pro 都已經只有USB Type-C 你可以買這些Adapter 事實上 但是我剛才用了這隻Adapter 就死了 所以在我這個情況 就非常痛苦了 其實我剛才再試了這些USB的Fresh Memory 不知道為什麼它都推不到 那我的SSD也推不到 所以 基本上你只可以用這個MicroSD卡 那是不是可以做到無痛轉彩呢 當然是 不可能完全無痛的 因為 iOS和Android 兩個系統 它的Contest List 是會有聯麻的 所以 你可以Copy 但是 不可能完全做到無痛轉彩 那你說歌的Backup 其實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 iOS 因為版權的問題 它是不可能 將歌曲Copy到Memory Card 但是它可以Play到 Play到的意思 不是將它Copy到你的iOS裡面 只不過是純粹可以Play到歌 用它的App來Play到歌 所以 就不可能完全做到無痛轉彩這件事 大家死心啦 iOS很多東西都是封閉的 Android的東西 你可以放在Mac機上 但是 是不可能做到 完全你說 那些所有的Format 音樂一樣 那些東西是不可能的 那這個器材是否值得買呢 那就見仁見智了 小隻啦 也都可以做到 不需要有電腦的話 都可以做到的 那這條片就是這樣 這條都不是贊助片 買不買就不關事 See you next